在中美援手對話,討論烏克蘭局勢後 有中國高級外交官員再指控北約向東擴張 恩有立報道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諾玉成出席一個論壇時 表示北約出以反而不斷東擴 如果再進一步就快到接近莫斯科郊外 一個導彈七八分鐘就打到去克里姆林宮 這種追求絕對安全,正正是絕對不安全 諾玉成的說法貼近俄羅斯的立場 莫斯科政府也是北約東擴為一個威脅 諾玉成又說美國總統拜登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重申包括不尋求打新冷戰和不支持台獨的四不一無二 習近平對拜登的表態表示十分重視 但是中美關係還未走出美國上一屆政府製造的困境 美國一些人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 白宮說拜登向習近平表明 如果中國對俄羅斯提供物資援助入侵烏克蘭將會有後果 而制裁是美方考慮的工具之一 拜登向習近平傳達了 除了美國還有更多國家都會給予中國後果的訊息 而美國的看法是 不是在向中國提出要求 反而是中國自己選擇面對什麼 馬上斷看 您網絡